我們在6月19日去信中國鐵路總公司 這次的去信是由民建聯的人大和政協去信 主要是留意到市民對於高鐵通車之後 在售票安排上如何做得更好 特別是在西九龍站是否可以買到全國高鐵網絡的車票 我們早前已經將這個意見透過信件 表達給中國鐵路總公司 中國鐵路總公司也非常重視我們提出的要求 在上個星期我們民建聯的人大和政協 包括我和梁志祥議員 也和中國鐵路總公司的副總經理李文新先生會面 他也是積極回應了我們在6月19日出的信的內容 總體來說在西九龍站開通之後 在高鐵通車之後 鐵路總公司表示 現在是安排有五個窗口會售賣全國的高鐵票 讓市民都在西九龍站能夠買到全國的高鐵網絡票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相關的手續費 他聽到社會上的意見 他們也承諾會致力大幅地降低相關的手續費 至於電子票他也很明白 如果將來電子票能夠落實的話 相信大部分的問題都已經可以解決 所以這段時候他和特區政府也積極研究 電子票如何在香港可以落實到 讓香港市民都可以透過電子的方式 網上訂購的方式去買到高鐵票 一方面就方便 第二方面就勉強手續費 總體那個跟進工作安排 就講到這一部分 我看一下梁志祥議員有沒有補充 有一點補充 當然李慶議員已經講了兩個主要的成果 一個就是五個窗口 第二個就是將票價的手續費 降到市民能夠承受的能力 第三個其實我們和中鐵都希望他們可以做到的 就是那些叫學生票和兒童票 他們內地兒童票是用高度限制的 1.2米以下是免費的 以上就當成人票了 但是香港就不是的 香港用的稅數12歲以下就有優惠 所以大家各個不平衡的事情 我們跟他們講了我們的看法之後 他們是會再研究一下 究竟是否將他們的標準和我們的標準一致化 聽聞他們是比較傾向用年齡作一個界線 就不會用高度了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我們都建議學生是否有優惠 我們香港的學生票是有優惠的 但是內地就不是的 內地學生自己限於大學生才有優惠 原來他們的出發點就是 因為他們可能在廣東省就去到北京讀書 所以一到暑假就會 或者寒假就會回去自己的家 探親或者放假 所以跟我們香港 因為香港的地方小就沒有這種概念 所以他們就叫做假期 即暑假就有兩張來回 即假期有兩張來回的票是特位給他們的 所以我們就希望他們可以參考 我們香港可不可以一些特位的學生票價 在這方面他們又涉及到一個全國性的票價的收費問題 所以他們說要研究 就未必可以答應我們 這兩點是我補充的地方 看看大家有沒有提問 總體來說都可以讓香港市民掌握 其實香港市民已經可以透過內地的網站 去訂購火車高鐵票的 即是12306這個網 是訂購高鐵票 當然如果要勉強手續費 就要去當地那個高鐵站那裡拿票 而在西九龍站的票務counter的安排 就是讓香港市民可以直接在香港買定全國不同站的高鐵票 讓市民安排旅途的時候就比較容易掌握 也是較為方便的 我們都很感謝中國鐵路總公司 很快已經是回應我們的訴求 而且都是安排了管理層和我們直接回面 讓市民關心的議題都有所進展 他已經很清楚說 他說聽到市民對於手續費的關心 剛才梁志祥議員都說 相信是一個市民都是接受和可負擔的水平 但是由於他有一定的成本 包括在香港營運那個counter 以至是請人等等 他說基本以收回成本作為一個考慮 所以就會是比較低的手續費 謝謝各位 我們稍後會出新聞報給大家 謝謝 謝謝